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爱丽丝的频道 2024年第一次旅行,终于出发了 去回自己搭的airline,自助办理登机 现在大部分都是要自助机搞 见柜桌都好像没有职员在 由于距离登机的时间更早,可以走过去天制走廊那边看看 之前几次都没有时间上去 这里有间自助便利店,拍信用卡进去就可以了 经过扶手梯上去天制走廊这边都有登机闸口 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在这边的闸口上机 其实今次去的地方是Bangkong 去年都去过两次了 一次是3月,另一次好像是9月或10月那段时间 但第二次我没有出片 只是出了一条在超拍椰河坐船的影片 但其实那一次我特意住了3间酒店 打算拍片和大家分享 好可惜我一直都很忙,希望之后可以剪好给大家看 为什么今次可以这么快做到第一集呢? 是因为我有大电脑,希望在酒店都能够每天做到一集给大家看 上次没出的影片反正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如先出现在的先 画面看到我已经进来贵宾室吃早餐 如果之前有看过我在香港机场的影片 应该都会记得我是去哪一个贵宾室 今次都不例外了,一来就比较近我的登机闸口 二来就是这里的环境比较舒服 摆放出来的食物款式不是很多 但刚刚看到那几款食物就是需要掃一掃桌面的QR Code去落单 这里还有酒吧,可以叫做Cottel 这个贵宾室是近40-59号的登机闸口 等待吃完之后再拍一拍附近的环境给大家看 我今次的登机闸口就是61号 见到旁边60号的闸口,很多客人都在排队上 原来去杜拜 而这班去杜拜的就是亚联邮航空的A380 让我走过去拍一只巨无霸 以前如果是夜机去泰国,我都会坐亚联邮的A380 目的地是去杜拜的,但中途就会在Banggok停一停 现在这只机就是今次搭的航班 起飞的时间是早上9点半 去到Banggok大概降落的时间是中午12点前 那就晚一个小时了 所以我很喜欢泰国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时间很好用 这些人好像是华大了,可能会认不出 就是拍照 现在已经起飞了,今次飞机餐我便有预先选择了一份素食 这不是全数,不知道跟普通餐有什么分别 现在这一份就是素食,另一份就是本身的标准餐 今次在机上我看了一部电影,之后便睡了一会 不用三个小时的航程便会降落 我以前都跟大家说过,我是比较喜欢去泰国 一来就是机程比较短,以来泰国本身就慢一个小时 感觉上时间好像很好用 而其他喜欢泰国的原因,跟大部分人喜欢都一样 就是喜欢按摩 还有就是很多酒店可以选择 食物方面很多都选择 降落了,全程都很稳定 今次的耳朵不怕濕 很多时候在飞机降落之后,我都会有耳朵的情况 要是要整个多小时后才没事 已经过了关,今次一点都不过人 拿了行李之后便会出去坐车 今次在出发之前,我就予约了接机服务 由机场去到入住的酒店 在疫情之前,我都会出去这么丑排的士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不按标收费 又要降价,很麻烦 现在每次来都会提前设车 会贵一点点 不过就要视乎你有多少人一起坐 爱丽丝多数是两个人 以前就会减轻型私家车 后来发现空间都比较逼 两个人,两个大行李箱 车尾只放到一个 所以今次决定试下设计其他车型 就是这一架可以坐9至10个人的车 它的价钱比普通私家车贵一点点 如果是多人一起坐 跟朋友或家人一起就会很合适 现在很多平台都有设车接送机服务 而我就是订开酒店 就顺便在同一个平台订车 订车的时候 通常都要填写email 或者其他一些联络方式 订单确认了之后 就会收到对方的资讯 例如像今次这样 要去出闸口Gate3和Gate4之间的位置 就找回订车公司的logo 以及你自己填写订单的时候的名字 找到之后 那里就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 你就将你自己的名字 那张纸告诉他 他就会通知司机链到接机层 这个时候大概要等10至15分钟左右 大概的流程就是这样 很快就到今次入住的第一间酒店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间不是那么多车呢 除了灯口之外 基本上都没有塞过 爱丽丝今次会入住两间酒店 除了是我自己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酒店之外 还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还有就是订车的时候 已经在平台给了钱的了 接机当日就不需要给任何的费用 除了是给额外的小费 到了入住的第一间酒店了 这一区都算方便的 虽然BTS站就不在隔离 但是酒店都会有免费的surtle 还有来回酒店和BTS站 我选择的房间是 One King One Bed Room Suite 不是最基本 亦都不是最贵的 只是希望空间感可以大一点和舒服一点 而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认为这间酒店是有日式温泉 不需要额外付钱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房间是如何 在过几月之前就已经订了 基本上已经不太记得自己订了什么房型 一张餐桌 茶几 梳化 上面也有一盏灯 我以为是一块镜 原来有两个电视机 有一只烫门隔着 一张商人座 好像外面有露台 我订阅的时候也没有回忆 这里是洗手间 一个洗手盘 然后旁边是座座 座座是免治马桶 再出去就是浴缸位置 有景观 门口 进来就是一个厨房 有洗衣机 煮食的地方 微波炉 有一个烟口 有餐具 有两个爐头电视爐 冰箱在这里 是箭的 这里有一块镜子 书桌也可以,梳桩桌也可以 然后还有衣柜 雜曼 看起来露台 下面这条路出去就是BTS站 就是我上次住酒店也是住这条街 来到酒店的九楼 这一层有泳池、健身室和日式温泉 还有一个可以给客人休息 免费喝咖啡的地方 竟然有泰式奶茶 当然要煮一杯喝咖啡 我帮个和火 童铁 鸡蛋 屋好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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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的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記得訂閱、留言、讚好和分享。 按下小鈴鐺,有新片出就不會錯過。 我們下條片再見! 請多謝!